不知道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生物当中呢 讨论过细胞的大小 包括最大的这个鸵鸟蛋 一路到呢比较小的呢 像是细菌的细胞 那当然我们也讨论过跟更小的 比如说病毒啦 甚至一些胞气一些分子的大小比较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些东西跟原子的大小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也在生物的这个细胞大小当中有提到 一般来讲原子的大小大概是在0.1奈米 也就是10的-10次方公尺左右的这个等级 那我们因为呢又喜欢呢把这个数字呢 变成是差不多在这个 第一我们所谓的各位数的这个位置 OK所以呢我们就喜欢把0.1奈米呢 又给它一个新的这个单位的定义 叫做1i OK 1i 然后呢用这个i呢来描述原子的大小 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有的比较小的原子呢 举例来说像这个浮原子 它的直径 记得哦 工业学长讲的是直径 差不多呢是1.44i 1.44i所以以此类推它大概是几奈米呢 就是往后挪小数点一个位嘛 就是0.144奈米 好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啦 这样比较清楚 就是它小数点呢是往前挪 但是数字的大小呢是往后 OK所以呢数字呢会变得更小 好那我们再来看举个例子又来说好了 这个金呢金的原子呢大概是多大呢 金原子的直径 金这看起来在图上是比较大的 金原子的直径呢大概是2.88i 所以呢换算成奈米是多少 也是一样小数点往前移一位 所以是0.228奈米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比较有名的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氢原子 氢原子呢就非常非常的接近1i 这是它的直径 那最小的原子是什么呢 其实最小的原子呢 诶不是氢原子诶 虽然氢原子是最氢的原子 但是最小的原子呢是氦原子 OK才不到1i哦 0.64i而已 直径只有0.64i 而最大的呢则是刚好在跟它的反方向 它变成呢元素周旗表的这个左下角 是这个氢原子 氢原子 OK 氢原子呢大概就有5.2i的大小 差不多是这个氦原子 OK氦原子 氦 氦 里面是一个孩子的海的里面 OK 氦原子呢则是氢原子的 这个大小的八分之一而已 氢原子是氦原子的八倍 所以呢其实连原子本身 大小都可以差距很多哦 OK 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诶 这个原子的直径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其实原本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量一个原子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原子呢 是由中心的原子核跟旁边的呢 这个周围在环绕这个电子呢所组成的 当然氦并没有这么多电子啦 氦呢就只有 好一个电子呢在外面 跑来跑去 那我们其实并不是用直接去量这样一个原子的大小去量到的 我们呢通常呢会找比如说要量氢原子 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氢哦不是氦 氢原子呢 它呢的大小我们就会先找氢气 然后看到那两个h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找它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氢原子的直径 也就是两个半径的意思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原子核跟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除以2那就是找到半径咯 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有一个跟这个物质的大小很有相关性的 这个生活上的运用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滤水器 那滤水器呢其实呢最常呢拿来过滤这个物质呢 的三种不同这个大小的这个过滤的这个层呢 分别是大概呢那个滤网的大小是5μm 就是在这个地方左右5μm 这个一些棉质滤星啦或者是活性碳之类的 棉质滤星或者是活性碳 然后呢其实棉质滤星呢还可以再做得更小 可以差不多呢滤到这个1μm左右的地方 也是呢这种棉质滤星 那还有更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 陶瓷过滤器大概呢在0.2微米 0.2μm陶瓷这个大家要有点概念哦 其实可以滤到最小的像是这种陶瓷纤维网 陶瓷过滤器 陶瓷过滤器 好那我们的这个滤水器呢平常为什么我们需要滤水 因为我们希望把里面的杂质一些脏的东西啊给它滤掉 然后再来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生物细胞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呢我们没有把一些东西滤掉的话 可能呢水中会有什么 比如说一些寄生虫啦 阿米巴猿虫啦等等 那我们知道呢这些东西它的细胞呢会差不多比5μm还要大一些 你看这个一个植物细胞的大小差不多是在10μm嘛 所以呢会在这个棉值还有活性碳层呢被给它滤掉 那可是呢如果是更小的像是什么细菌 你看我们知道细菌的大小差不多是多少 细菌的大小差不多是1μm 所以呢它会通过这个棉值这个活性碳的这一层继续往下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用1μm甚至0.2μm的这种过滤的这个孔径大小呢去把它筛选掉的话 细菌呢你还是会喝到的 那所以一般的状况呢 其实如果我们的过滤器里面有装这个陶瓷纤维网的过滤器的的话呢 是可以把所有的细菌呢几乎都过滤掉 因为一般细菌的大小呢不太会比1μm再小太多了 OK所以在0.2μm它是可以被筛掉的 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光有学长写在这里一个东西叫做病毒 你有没有注意到病毒的大小是多小呢 很抱歉像这个呢流感病毒fluovirus呢 它的大小只有0.1微米而已 0.1微米比0.2微米还小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病毒是可以通过这一个陶瓷过滤网的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病毒还是相当可怕的地方 如果呢有人在水源当中散播病毒 其实呢是很难用这个过滤器呢去把它过滤掉的哦 OK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讨论细胞的大小 可以讨论一些物质的大小 那当然最小最小的呢还是构成这些物质的这些原子 那大家永远要记得我们原子的大小呢 不是直接测出来的 我们是去测呢两个原子呢 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原子核跟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除以2就是这个原子大小的半径咯 那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就是呢原子的大小呢 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规则 有的 就是呢当我们随着原素周期表越来越往下的时候呢 这个原子的半径呢就会越来越大 可是大家知道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在同一个周期同一层里面越往右边的时候呢 诶很奇怪 反而呢这个原子呢是会有变小的趋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小的原子会出现在右上角 是氦原子 而最大的原子呢 则是出现在左下角 是氦原子 这样子你有点概念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